判断下列极数的链散性 sigma n等于1到无穷大 n平方分之nature log n 在判断这一题之前 我们来复习积分减定法 若是f在1到无穷大是连续的 并且是d减的 并且f of x是大于等于0 而这样的函数呢 首先我们令 函数f of n是等于an 是大于等于0 则我们会得到下面这个结论 就是极数sigma n等于1到无穷大的an 和我们的狭积分 1到无穷大的f of x dx做积分 他们的结果呢 是会同时收敛同时发散 也就是链散性是相同的 极数呢跟积分 他们的链散性是相同 好我们先来定义一下 函数f of x是等于 f平方分之nature log x 我们会定义出这个形态来 是因为我们要写成根 题目的极数的形态 n平方分之nature log n是一样的 因此我们就定义函数f of x 等于f平方分之nature log x 好写完了之后 我们要来判断 函数f是否是递减呢 我们对这个函数f做完一次微分 发现它是小于等于0 for all x是大于等于2 则我们就会得到了 函数f在2到无穷大 它是连续 并且它是递减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刚上头我们的一次微分 是小于等于0 判断的 好我们就知道它是递减 而连续的话 这个函数本来就是连续的 在分母不为0的情况下就成立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计算一下 这个函数它的狭积分 我们由2击到无穷大 s平方分之nature log x dx 好我们开始来做击分 那同学会发现呢 它的上限无穷大 是发现瑕疵的部分 因此我们用某个点a来代替 而limiter a趋劲无穷大 2分之2到a的积分 s平方分之nature log x dx 我们就顺利的把这个狭积分呢 转换成定积分的形态 好我们现在来积分一下 s平方 nature log x的这个积分 这个是一个不定积分 那同学我们要来使用分布积分算这一题 首先我们令u等于nature log x 而剩余的s平方 dx s平方分之1 dx 我们令为是我们的dv 好这个地方我们对它做微分 我们会得到du等于s分之1 dx 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对它做积分 我们会得到v等于-x分之1 好我们就来使用分布积分的公式 它会等于呢uv减掉v底u 也就是u乘上v减掉呢v再和底u 算是相乘做积分 好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形式了 接下来呢s平方分之1的积分 就是-f分之1 好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会得到-f分之nature log x 减掉s分之1加c 好我们做完了这一个不定积分之后 那现在定积分呢2到a 实际上我们就只要把2到a 我们把它带进去这里头就好了 也就是变成是limit里头是我们计算完的 刚刚不定积分算完的东西 然后2到a 现在我们把上线带入减掉下线带入 也就是x等于2带进去 减掉x等于 对不起更正 x等于a带进去 减掉x等于2带进去 limit里面呢上线带入的结果就是 负的a分之nature log a 减掉a分之1 好再减掉下线带入的结果就是 负的2分之nature log 2减2分之1 好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积分的形态 最后得到的答案是什么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 limit a区群无穷大的a分之nature log a 很明显是无穷大分之无穷大的不定型 我们使用罗必达对分母还有分子各自作为分 分母的为分呢是1 分子的为分呢是a分之1 好那此时很明显的a区群无穷大带到分子的部分 我们的分子呢就会趋近于0 所以整个答案是1分之0 会是等于0 好所以我们得到了 a分之nature log a的极限值 这个是0 那a分之1的极限值呢 很明显也是等于0 所以我们得到了这个也是等于0 所以夸弧内呢 这个中夸弧内呢 应该是-0-0再减掉夸弧的-2分之nature log 2 减掉2分之1 好那此极限答案应该是会等于2分之nature log 2 加上2分之1 好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夸弧是收敛的 而由我们的积分减定法可以得知 我们的这个极数 由2到无穷大也会是收敛的 但是我们原来的极数却是1到无穷大 那没有关系 我们就把它变成是1到无穷大 那这个极数把n等于1先带进去 我们会得到1的平方分之nature log 1 很明显应该是0 好我们由n等于2开始来做整个累加 就是整个极数 那我们知道 sigma n等于2到无穷大的n平方分之nature log n 它乃是收敛的 刚刚我们已经判断得到 ok所以我们知道了 这个极数是收敛 zeret من压力吃一点